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疼吗 疼 约合 对不起 逼我的是林浩清 断尾的是我自己 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因为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如若不是因为我的话 林浩清也不会这样 为什么这么说 当初我被送来万花谷 林浩清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林浩清 那时我刚来万花谷 又寂寞又害怕 时常躲在花海里哭 林浩清顺着哭声寻到花海 林浩清 把她最宠爱的画画给了我 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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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outcomes 让她陪着我的 一切都是此之前甚至 最欠人对我 林浩清最是宠爱花花 可是有一天晚上 林苍蓝找到林浩清 让他杀了花花 林浩清不肯 白了青叔一顿打之后 还是不肯 林苍蓝就对他说 花花和继云河之间 你只能选择一个 兄长 兄长救救我 兄长 救救我 父亲不要 不要求你了 父亲 浩清 唯有强者 才有资格保护真实之物 选好了吗 庆祝 庆祝 不要 不要 庆祝 和 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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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 庆祝 庆祝 有 庆祝 之后你要趁机把他推下去 不 不 我不 林苍南让我带林浩清 去一个洞穴室 那洞穴中有个林蛇谷 他让我 将林浩清推下去 那是我第一次汗霜发作 我没有答应 熬了两天两夜 就在我快熬不住的时候 林苍南对我说 即便不是我 也会有别人来做这件事 我接下了解药 从那刻起 我变成了林苍南的体现我 我本来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 我以为林浩清会因花花之事记恒 不愿随我入山 可林浩清缺书 一切并非我的错 说这件事里还能让他寻到一点安慰呢 就是至少他保住了我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随我入了山 雍和别怕 有兄长在 我那时候就明白了 林苍南 想要一个心狠手辣的儿子 林浩清一日没有变成他想要的门 雍和 这样的事情就一日不会多 所以当林浩清再次伸出手向我求救之时 我做出了选择 凭什么你一出生 雍和 就注定拥有万化古古主之位 救啊 我就只能做你的跟班 林浩清 你就待在这里吧 女人 从此以后 林浩清仿佛就死在了那个林蛇谷 他被救出来之后 就好像被毒蛇附身一样 浩清哥哥也不复存在 我一直觉得我做了正确的选择 因为从那以后林苍蓝 再也没有为难过林浩清 可是长颜 当初我的选择却害了你 看你失去余味的人 其实是我 别想这么多了 摸一摸就不疼啊 想哭就哭吧 在我面前 不需要伪装 想哭就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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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铁芦 我就只剩你了 为何连你也要背叛我 我從而振一罷三哥 我保證你 終於是我 我扯三哥 不知道該死裡 我扯三哥 我扯三哥 你的手 我扯三哥 阿姨 呀 我扯二哥 我扯三哥 我扯三哥 你犹豫不决 笑不了手 我便让轻书帮你一把 但你实在不该做多余之事 殿下 云河 令人这不忍 忍心 你不忍心 你ść 无忍心 否知 这是 仿佛 我 我 你 我 还是 你 你 多了 能好住些 落井桑在给云河疗伤 你今天已经尽力了 起码 护住了云河 护住了这次 那下次呢 这次父亲递来的是鞭子 下次是否是斗剑 是否要比我亲手杀了云河 就算云河没了 还会有下一个遭殃的人 帮我给云河传个话 我要见他 你要做什么 我不会再让父亲继续错下去 他说的没错 只有强者 才有资格守护真实之物 找他 不 有资格守护 放开 我和你 我说的 牛河别怕 有凶掌在 一鞭子气没出够 就不能让我还两天吗 你当真甘愿挨打 我披养牵奏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一味地忍耐 只会把自己逼到绝路 父亲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云河 当年我是懦弱 不是傻 我知道是父亲 让青叔将我推下去的 与你无关 被救上来之后 我就明白这一切 都是父亲所愿 我只不过顺势而为 我还以为 我一直藏着一个大秘密 原来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是我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现在为何又要跟我提起这件事 是我让叫人断了尾 让你觉得当年做的事情错了 你想改变些什么 对吗 你一直想着窃取解药逃走 当日若非惦记着娇人 此时你已在鼓外了 对吗 跟我说这些干吗 我想要和你联手 让万花鼓彻底摆脱父亲的控制 到时我给你解药 保你此后无语 兄长 你真闹得又是哪一出 这万花鼓的一切本就是他为你准备的 对付他与你何意 鼓中有寒霜的不仅仅是你 父亲能摆布你 也能将毒手伸向其他人 现在鼓中尚不知寒霜 我想在试探闹打之前解决此事 兄长所言大意 可我又怎知我不是你的一枚棋子 无论当年有多珍惜 但我们已经相斗几百年 早已不是当年的林浩钦和静云和了 在父亲眼中 你的确是没妻子 若不反客为主 一旦过河 祖子不会再有回头路 薛三月不在你身边 你鼓里无缘 唯一的出路 只有我 那可否再加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事成之后你做谷主 我带着诚意离开 我考虑考虑 兄长这一句考虑 未免少些诚意啊 考虑就是诚意 眼下殉交期限将至 父亲只会逼得更紧 你除了和我联手还有什么选择 最后一个问题 谷主老谋深算 又有清书守护 你我加起来都打不过的 兄长打算如何行事 所灵阵法 兄长所说的 可是我们自创的那套阵法 那不成体系 不过是自娱自乐罢了 越是无人知晓的阵法 越难以预料 对付清书只有这个办法 兄长是打算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那打完了清书 林苍兰呢 父亲身有救急 十方阵阵阵 灵力严重复杂 我会探清他的叙事 只要制服了清书 父亲那边我会处理 说得容易 你不要答应他 你怎么来了露露 我不放心你啊 所以跟我来看看 还好我来了 这清书可是清秋后裔 听说灵力高深莫测 而且 这套阵法你们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了 你竟然想用他 糊弄云河为你冒险 这盟节的一点都不划算 反正你不能答应他 露露 这次结盟 不只是为了他 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不过话说回来 这套阵法想要对付清书 还是欠缺火候 但如果秦家修炼的话 说不定胜算会更大 想要修炼 还许一个秘密之处 瞧了 这万花谷最机密的地方 你跟我都知道 请 这是以前我们常来的花海 此处偏僻有视野开阔 若是秘密修炼的话 这里再合适不过 等会儿 这林浩清能信得过吗 而且你不是说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之地吗 怎么能跟他分家 既然要结盟 自然是要拿出点诚意的 再说我与兄长 以前都因林苍蓝而失去的自我 如今也该在这里 一起面对从前的自己 找回自我才是 连阵吧 兄长 不如现在我们就先 各自回去休息 晚间再过来练习 青世在即谈何休息 为那娇人 长翼 他今日会搬去我那里休养 他人生地不熟的 我总得尽典地主吃义嘛 这些杂事 叫给先师不可吗 洛洛 上次长翼受伤的时候 花费了洛洛不少的零食 他没把它炖了就算不错 好 看你可怜 我找了一些关于海的画本 送给你 还是洛洛新帝善良 以后定能找到最好的如意郎君 如意郎君换不了几个零食 我不稀罕 对了 对了云河 马上入夜了 你要不要 长翼 你一会儿跟着洛洛一起回去好不好 你要去哪儿啊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啊 我跟谷中的人说 你是因为断尾才在我院中休养 这礼礼愿落近不会有人生意 但如果走得太远的话 我没法跟谷中交代 你只要知道 等我完成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离开文化国 听话 好吧 来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要去对付林苍蓝啊 说不定他还能帮上忙吗 我怕的就是他在为我冒险 当你越在乎一个人 你就越不希望他靠近危险 你不明白也没关系 不过既然之前是你欺负了他 现在就由你来照看他 炼阵的事 一个字都不准跟他提 否则我就没收你的零食 月河 我转零食很辛苦 喜欢一个人 死去活来 翻来覆去的 还那么费零食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人 最好是这样 重任当头还要花费时间应付娇人 实在不必 对有些人来说无足轻重的事情 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很重要 孰清孰中我自己把握 倒是林苍蓝的虚实 兄长打探清楚了吗 今夜回去我会借松药之籍探听清楚 练阵吧 对 读书来 尽管去 有些什么意思 你没有经历 我拿着 好 朕 对民主 好像有很难 当有气度 纵然济云河一时得胜 但终究不是对手 何必与他计较 我怕父亲切毁了身体 特意为您熬了汤药 这是婷婷赐给您治疗腿疾的药 手伤影响用剑 我林苍蓝的儿子 不可以有这样的弱点 你这身体也不如从前啊 天寒了而已 去吧 父亲保重身体 好请告退 好请 没事了 去吧 晚安 有眼睜 福 肉 还坐 地址 贪婉父亲的脉 灵力确实很弱 那就好 现在 只要对父亲说 很容易就足够了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就是方才父亲看过的眼神 好像操了很多东西 你该不会心软了吧 剑在仙上 不等不乏 绍谷主这些年 故作弹漠事故 其实心里还是关心您的 您真的不打算 把真相告诉他吗 我要磨练他的心智 哪怕就是他恨我 为我 绍谷主已有反抗之心 说明时机已成熟 您再不说 他真就与您父子相残了 反抗之心 现在他背着 岂云和区区一条人命 就这样心思手软 那以后他如何背负 万花谷全谷之命 又如何与那人一较高低 您可以再教他 假以时日 他定能担起大业 看来轻语蓝鸟那一击 您还是受伤了 属下这就替您疗伤 不必了 我的身体你最清楚 这些年 在极云河身上耗费的灵力 已经让我再无悔转的余地了 也好 既然 这副残躯 要尸无灵 那就 最后再推好情一把 所以 您说的最后一块魔刀石 根本不是纪云河 是您自己 好情要对付那个人 就必须 不能有任何牵绊 不管是我 还是纪云河 他必须学会 坚韧强大 不能暴露软弱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不让我死 你是我什么人 是 是属下监狱了 好了 去把极云河叫来吧 剩下最后这点灵力 要无尽其用 是 不凝 我 要是 太阳了 我 有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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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醒过来 把解药给他 送他回去 下一次 应该就是最后一次了吧 属下已经做好准备 绝对不会出现查错的 但愿 你我这百年的艰辛 不要在他身上白费 是 您的手怎么了 受伤了吗 没事 我是医的营师嘛 受点伤在所难免的 你究竟办的是什么事啊 非要伤着自己才能完成吗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走 吃东西去 你怎么能有事啊 让你带来 我来不去 我确实验 你变得致 穿的 我对你 好 你能看见我 回去 我去 长叶 你就别再跟着我了 我很快就会回来 再过不久 我们就可以自由了 等我回来 三日之后 张先是回来谷中去较为丹珠 父亲会亲自接待 不会轻易离开 这也是我们分开 父亲和青叔的最好时机 届时只要把青叔引至隐秘处 你会一同下手 对 阵法虽成 但青叔身法明显 若是他避开偷袭逃出阵法 我们便再无反击之力 生死之间 只有五成把握 世间艰陷之事 向来九死一生 若只有五成 那也值得一步 你不能出去 云和吩咐过我 你别让我难做啊 凭你的功力拦不住我 我们南海百换蝶的灵粉 可是很厉害的 稍微一点巨兽都会晕倒 你别比我用绝 烧 我差点忘记了 你们娇人还需要什么零食啊 你们本身就是 会自产珍珠的巨宝盆呢 我不想再被瞒着了 齐云和每天到底去做什么了 你告诉我 我就把它给你 可是云和嘱咐过我 我不能对你透露半点信息 但是没说 你问我问题 我不能点头或者摇头 林浩清之前 决意要驯服我 可他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是云和拦住了他 我 云和为了我 和林浩清做了交易 他每天晚上出门 都是去见林浩清 那他每次回来都很累 身上还总是有伤 他是受了林浩清的委屈 你换我的平安啊 林浩清虎狼之躯 逼他委身啊 这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你都是从哪里学的词啊 云和到底在哪儿 我不知道 我去找他 你不能去花海 你还是睡过去比较好 好 没热 没热 不 兄长练习师一向很专注 今日为何分了心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娶晓星那家伙一直都在躲着我 听说他跟了你来 抢了你的人 生气了 怎么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我没有权利绑着他 你可以去告诉他 我会一直当他是朋友 就跟你我一样 你手受伤了 是方才练阵时伤的吗 小伤 无法 大战当前 这可不能输 我帮你包菜 你不可以给他摸一摸 也不用委身他 他不能欺负你 长夜 我可以跟你解释的 没有什么委身不委身的 我与兄长只是在商议事情罢了 我与云河之间的事与你何干 你和他有什么事啊 林苍蓝的事情 你要和他一起冒险对付林苍蓝啊 那你为什么瞒着我 不告诉我呢 我可以帮你啊 你有什么资格 兄长 这是我与长夜之间的事情 也与兄长无关 兄长还请早些回去歇息吧 长夜 先回去再说吧 该跟你聊的注定逃不够 长夜 长夜 您饿不饿 累不累啊 要不要我给你烤个红薯吃 我不饿 我不想吃任何东西 我要听你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 没什么好解释的 是我决定要瞒着你的 林苍蓝是我的噩梦 我必须要亲自面对 若是万无一失的话 我定会将一切都告诉你 只是现在只有五成的生产 我不想让你也卷进来 为什么 你也不相信我能帮你 我信 只是我也怕 你一行为我 却忘了自己 你以为我付出太多了 我只想保你安好 就算我自己出不去 我也不想让你 折在万花国 远航 你想得不对 我们娇人 生生世世一双人 面对强敌也不会分开 但你呢 遇到危险 只想让我一个人好 长夜 如果要一起面对 可能就是死 你不怕吗 当然不怕了 要么疫情好 要么疫情坏 这才叫在一起 哪怕是死 若能携手 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也是 有些事是我想错 我们俩疯过 闯过 也努力过 只要在一起就没什么好怕的 而且 你五分 我五分 我五分 加在一起就有十分的胜算 看来你这聪明的小脑袋瓜 已经想出什么办法了 在海底 我是族里最厉害的猎手 说到围猎 我比你们强 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不过 我不喜欢那个林浩清 帮你可以 帮她不行 长夜 你怎么尾巴那么大 心眼这么小 我 对了 有一件礼物 我本来打算出谷后再给你的 如果我一会儿给你的话 你要保证不再生气喽 礼物 嗯 睁开眼吧 怎么样 我找制造仙君手下的仙罗做的 以后等我们逃到仙岛 所有人都会知道我们是一起的 给我看看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 等我们逃出去以后 再找人做更贵更好看的 不用了 我长得好看 穿什么都好看 大尾巴鱼 你何时学会这般自夸了 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就夸我好看 不是吗 嗯 也对 云和 嗯 那个摸一摸就会好的法术 我有些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了 你和林皓清炼阵 如果她受伤了 你不能给她用这个法术 好 取 取小心也不行 洛洛最好也不要 好 以后这个法术呢 就只属于你一个人 嗯 好 少谷主已和姬云河谋划 三日后张先生来访时 他们会趁机动手 实际选得不错 我还可以再拿一次解药 为浩清再应付一次那个人 把这个收入密室 之后浩清会看到的 请说 你侍奉我多久了 属下自北渊追随谷主 来到万花谷 至今已有三百余年了 这么久了 很喜欢喝你冲的茶 再为我冲一次 之后可能没机会喝了 好 清叔 事成之后 你就回北渊寻你兄长吧 之后的日子 想做什么就去做 是 好 值得也是 雲河 我有事想和你私下商量 好 长衣 你先出去等我 乖 你要是听话的话 我就再给你做一身衣服 好吗 那 只能一小会儿 嗯 就一小会儿 我在外面很快就进来了 嗯 嗯 这么瀑布急待要走 久居繁龙能复得自由 怎么会先走 兄长要与我谈什么 仙姬对焦人势在必得 你真的要带她走 留她在身边 势必成为仙姬的眼中盯寿冲死 终其一生逃亡 是你要的自由吗 我明白 也许下次再相见之时 我便不再是玉林师 而是你们追捕的对象 届时还请兄长手下留情 你 真的不能留下 如果父亲退位 万花谷不会再去牢笼 而是问你提供庇护的所在 余生交给一个焦人 就没有考虑过他人吗 我知道兄长在担心我前路难行 但是我心意已决 绝不回头 常义独一无二 是我最难得的镇宝 能够与他隐姓埋名度日 我亦无悔 这样的小日子 是兄长瞧不上的 但对我来说已是足够 云和 你怎知我心中所求 与你不同 他得当前多说无意 我只希望到时候 你我都能得常所愿 来 焦人以自愿断尾 鳞片会成丹珠 特程与仙姬 好 真好 有了此物仙姬必会欢喜 你们都下去吧 这里留我侍奉即可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这是先师府赐下的本次奋力 多谢先师 完成了 烦请张先师转告先师 万花鼓始终对先师忠心不二 对了 先师出关在即 先姬有意将交人作为礼物 送予先师 训交之事还得抓紧呢 请先师放心 万花鼓定会竭尽全力 古中还为先机备了些珍奇宝物 稍等片刻 弟子马上送过来 放肆 先驶在此几口乱闯 青叔大人 护法有要事 请大人前去商议 谷主 输下去 你古中弟子这般莽撞 看来平时规矩立得还不够严呢 张千世说得对 老夫定会严加管输 少谷主与纪护法 来意不善 话不能这么说 青叔大人灵力高强 若是答应不阻碍我们的计划 一切都好商量 放任你 对付谷主 少谷主 当真要同护法一道 背叛谷主 父亲所行之事 我从未认同 弹劾背叛 你若真为父亲好 就该劝他悬崖勒马 既然二位已有准备 那别让我见识见识 果然还是要打呀 凭你的速度 怎么能拦得下我的隐魂针 不是我快 是你变慢了 要这么多 你们是对付灵苍兰 还是对付我呀 洛洛 事态紧急 而且这灵粉还会再长的嘛 光有灵粉不够 若无解药 我们也会被迷倒 解药呢 我不想说 这上面说 百幻蝶双翼 左翼临粉迷幻 右翼临粉可挤 提前服下的话 就不会被迷倒了 洛洛 想开点吗 我会让兄长 再多给你一些灵食的 所以 你们给我下了 南海百幻蝶的灵粉 为了对付大人 洛洛的翅膀都快被我们耗吐了 我来时又留意 并没有闻到灵粉的味道 你们是何时下的 大人心细如发 若事先散除 怎么瞒得住你 但若将灵粉藏于花苞之中 攻击之伴来 八朵盛开 悄然释放灵粉 自然在南地方 这还多亏了 常义想的办法 你的手 洛洛 好 来了来了 来了 洛洛 快带常义回去 我陪着你吧 不行 隐魂针的伤口 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 就会溃烂的 而且你现在也不方便露面 你先回屋上药 乖乖等我 洛洛 嗯 哎呀 走吧走吧 我 庆护法的御心之术 果然了的 哄得焦人对你是言听计从啊 也哄得少谷主甘心放下自尊 向对手寻求合作 若想事成 不必拘于手段 这是父亲教我的 少谷主如此诚心受求 谷主会开心的 有劳先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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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使此次运送的宝物珍贵 张先使此次运送的宝物珍贵 你们所有人都前去护送 你们所有人都前去护送 我这里不需要人 你们所有人都前去护送 是 那就多谢谷主了 肆小谷主 谷主你回到那店了 好在谷中人手 都去护送张先使了 见下防守空虚 可以去拒解药 只是 谷主现经纲链 万一他死都不肯交出解药 该如何是好 兄长 你去吧 青叔有我看着 你们父子之间的事迹 还是得由你来定夺 多谢 少国主 这一切会不会太过顺利呢 不会有诈吧 你在这儿等我 我一人进去 你终于来了 青叔备擒 大事已去 父亲 交出谷主令牌 看来你已经做好准备接手万花谷了 但这般贸然情事 谷中会有非议啊 终于父亲的长老 我建议丢出谷 等他们回来 也无力回天了 但他们会极力反对你 你可应付得来 众生皆有弱点 软肋 励志幼稚 用尽岂能为己所用 父亲 您救我的 我已尽数掌握他们的可控之处 接手万花谷 您不用担心 考虑得周全不错 但是你如何处置我呀 安心隐退 我会选个地方 让您一养天年 可是我不死 你这个谷主之位 始终是名不正 言不顺 生养之恩 不可磨灭 父亲终究是父亲 难道您就不想放下寒霜 做一个普通的父亲 相守父子天伦吗 自古成大事者 虚毒 虚狠 虚觉 浩清 你心思细密 思虑周全 只可惜 心肠还是太软了 你心思细密 你心思细密 失味 就是自己的 魂灵 你心思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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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 你心思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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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腿 所以你一直在欺凭所有人 我与云河结盟 你一开始就知道 这一切 都在你的棋局里 知子莫若妇 浩清 你骗不了我 为什么 为什么要逼我走到这一步 为什么还要煞费苦心 陪我演这出戏 我就是想看看 你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太让我失望了 心慈手软 当断不断 你这副模样 谈何继承万花骨 所以青叔是故意输给云河 你要对云河做什么 你说呢 你与林苍蓝之间 究竟还有什么隐瞒 作为青秋后裔中 灵力最强的九尾狐 就算中了灵犯 你也不会轻易放弃抵抗才是 唯一的解释就是 你们另有计划 命已在护法手上 我还能隐瞒什么 护法若是不放心 我这条命取走便是 我不杀你 但你就不想跟林苍蓝 一起相守此生吗 你们从青秋移居北渊 向来隐试不出 可是你却为了林苍蓝 放弃了所有的故乡清卷 追随左右 其实这并不难猜 护法 想对我也欲心吗 万花骨一直恪守禁殿铁则 留在这里你们永远都不会有结果 但若是离开的话 一切都还有可能 你为林苍蓝活了一辈子 难道就不想为自己活一次吗 我与谷主相识于威识 心中却有所求 但谷主背负之时终于一切 此生注定无法逃身于秦闻 必须隐藏真心 韬光养晦 就连至亲之人 也必须要欺骗 我别无他求 只要能帮助他完成所愿 便已足够 我教过你 只有强者才有资格保护真实之物 父亲 父亲 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情 只求您放过极蕴河 好 我就要求你做一件事 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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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救济云河 就得杀了我 我不死 他 就得死 杀了我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手啊 我不死 他就得死 郝清 你虽然心软不堪大用 但生死一现的时候 还能坚守底线 为负深感欣慰 这是我永远 做不到的一件事 什么意思 你不杀我 我做的一切 是未完成谷主大印 你对他来说 很重要 时候到了 我该送谷主最后一程了 最后一程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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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会这样 为何 韩霜是你所想 为何你也有韩霜 不是我 好想 不用费劲了 我的名书 本就到头了 现在 就连解药 也押不住寒霜了 季云河 没死 他对万花谷 很有用 所以你利用万花谷 利用季云河 来刺激我 你逼我杀你 你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何 你是个好孩子 但是为父已经回不了头了 我曾以为 他实在是太强大了 如果我不变坚强 不变得无坚不催 就赢不过他 甚至 只要可以赢 任何人都可以死 可以被利用 好亲 不要落的 父亲的这 结局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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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没死对不对 他又在历练我 对吗 谷主已先世 少谷主请节哀 这是谷主早就为自己选好的路 父亲的话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那里有些密事 等你看到一切后 自然会明白 谷主平日对你有些苛责的言语 但他对你的真心 日月可见 还请少谷主 还请少谷主 不要怨恨谷主的所作所为 还请少谷主不要怨恨谷主的所作所为 离开你 清书也不知道该去何处 不如就陪你走完这最后一条路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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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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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